澎湖地检署查会不松懈,经过多日的布线 日前搜索马公室两名议员候选人 以及一名相代表候选人一试卖票 澎湖地检署接获线报指称 马公选区某议员候选人涉嫌汇选 于是检警调组成专案小组布线 看时机成熟 辞搜索票搜索服务处 涉案人员住所等地 共查获现金十二万三千元 当场查扣疑似汇选的现金十一万一千元 令经选民自动缴回所收受的汇选现金一万两千元 本案同步约谈涉案人员共九人 经承办检察官训问厘清案情后 任该先议员候选人竞选总部的庄姓主任 及欧姓庄角 涉嫌以每票一千元的代价 计算每户投票权人数后 对该户选民进行现金汇选 在同日晚间地检署在初级 查获了一候选人的庄角 以示卖票 经过检察官训问厘清案情之后 认定该先议员候选人庄角 涉嫌于111年10月间 以每票新台币一千元之对价 向选民户内有投票权之人 进行买票共三千元 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99条 第一项投票刑会选犯罪 嫌疑重大 另一起则是西宇湘民代表会选案 地检署接获情之指出 本县西宇湘抹湘民代表候选人之庄角 涉嫌以现金向选民买票 经调查结果后 任该湘民代表候选人 红姓庄角 涉嫌以每票两千元的代价 向辖内有投票权人之选民 进行会选共六千元 把检察官认为 红姓被告 涉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99条投票刑会罪 嫌疑重大 且有积压之必要 向法院申请积压禁件获准 地检署也表示 查会行动马不停蹄 贯彻严查以及述办两大原则 于受理检举会选具体情之之后 即启动侦查 不分党派 只问证据 权力侦办 会选犯罪 记者 陈荣誉报导